雷虎一眼 劃破天際 將成為國慶話題 但當天更引人注目的 就是國慶座位政治學 總統府左側是國家元首 和立法院長 右側第二排 將上演英倫會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比鄰而坐 後方還有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洪秀柱盯場 頗有包圍之意 會覺得尷尬嗎 不會 尷尬的不是我 要尷尬就是 心口不易的人 才會覺得尷尬 參加這個場面 最後要把賴市長一起帶來 看準選舉聲勢 七年來小英首肯 參加中華民國國慶 但綠營天王賴清德扯後腿 光明正大喊出主張台獨 讓小英的最後一里路 出現不曉辨數 主席 洪秀柱說你心口不易 他說安排 他坐在後面他不尷尬 尷尬心口不易的人 他一直站在賴清德 謝謝 小心 仰天大笑 難不成把對手質疑 一當笑話看 一場綠營天王的台獨告白 似乎說出了小英 不能說出的心底話 中華民國國慶 不只是單純的慶祝場合 更是總統大選的角力戰場 中文記者 綜合報導